绝对不能让中国人开发芯片 就是给中国人用美国的芯片 为什么呢 让中国人永远用美国2636芯片 Google的总裁 史密特 他就讲了 一定不能形成两个平台 为什么呢 现有的所有平台 都包含有西方价值观 多好啊 就让中国人用安卓系统 安卓系统本身包含有西方价值观 你非得逼着中国人干一个鸿蒙 西方价值观没有了 你们傻子嘛 这个史密特讲 让中国人永远用美国2636芯片 16芯片美国自己用 2036给中国人用 价格非常高 让中国人私心养育美国的芯片研发 结果你现在逼着中国人搞芯片 你这个人为切断 你切断的是什么呢 你现在是中国的技术吗 你最后割断的是什么呢 西方价值观对全球的影响 美国为什么收拾华为 华为再动低层 这是美国非常愤怒的事 当然结局怎么样 我们还得拭目观察 我们做好了 准备